各位好,來到上午10點53分 今早港股開始的表現一定0號有感到失望 看了昨晚美股的繼續向好的表現 大家都憧憬今早港股表現會好些 事實上只是單體名制有來港股 不過我今早都提醒大家 根據恒生指數、國企指數和科技指數 未評初合約證數的變化分析結果 市場反覆再跌 除了紅籌股升之外 其他四大指數都是跌的 所謂紅籌股升 都是主要來自一隻股票 恒生指數跌0.7% 國企指數多些1.1% 紅籌指數升0.3% 科技指數跌幅更大2.35% 綜合指數跌0.8% 升降股票數目 全部都是跌多於升很多 形勢就不要理想了 12個行業類別 升的原材料業、電訊業、公用事業和綜合企業 都不錯了 有3分1是升的 接著我們看看恒生指數期貨小時圖 恒生指數期貨小時圖 先說說 昨日第二段投憶之影音分析開始 我將畫面的字體放大了一點 暫時還未收到大家的意見 是否好了一點 你告訴我 今天早上有一位Patreon 告訴我 近一兩日 錄音的聲量是小了一點 我看看 略為調高了一點 希望今次那位Patreon 滿意 你繼續 tm告訴我 private message 告訴我 究竟是否現在達到正常的水平 希望是 暫時看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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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很大聲 碰到紅色 就會爆了咪 現在在黃色範圍裡面 但平時在黃色的一段中間 應該比較合理 我先拿開這個東西 恒生指數期貨的 我明白 有些Youtuber 錄得很大聲 尤其是廣告 但聲音是爆了 不要聽的 如果我認識 你喜歡聽音樂的人 一定不會喜歡這種聲音 恒生指數期貨 陰陽足小事堂 指標 1、2、3、4、5 全面利達 即時形勢就一般 今天在這個星期的最後一個假日 表現港股 到現在的黑為止 快進入早市末段 一般 不過都沒有影響到 上半個月整體向上走勢 只是今天回軟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下個星期也不好 下半個月 就要小心一點 有可能是逆轉 小心一點 現在跌下來 最低恒生指數期貨 是見過 10點前 應該見過28001 整體上都是橫行 發展不走勢 持續偏談 國企指數期貨 最低是見過9299 也是10點前出現的9299 指標也是全面利達的 波企指數期貨 走勢一樣 不過這個差點 最低是剛剛11點這段時間 6550 見過 在10點前 最低只不過是 做這個 CNX 按多了一下 現在是6550 指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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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8 10點前 6588 現在最新 11點前 是6550 更加低 表現更加差 亦是試過之前的低位 6551 是最低位 現在最新是6550 理論上 是 跌低過 看手不失都會 在6551 上面 形勢是最差 波企指數 好 先收一張圖 接著看的是 33萬行業 資金淨主動買入 較多的頭五圍 都有2億至3億7千5百多萬 最好是 電信服務業 醫療保健業 汽車業 一般金屬及礦石業 以及公用事業 頭五圍的 主動買孤比率 是否足夠60比40 是有的 有3個那麼多 基本上 剛才說的 除了電信服務業 電信服務業更加多 63比37 應該說 除了 電信服務業 3比37 最好之外 接著是一般金屬及礦石業 公用事業 亦相差少少 不夠60比40 剛才曾經足夠的 我想說 這三十三個行業 類別所屬股票的變動率 變動率 表現最好的現在是 公用事業 媒體業 化學製品業 煤炭業 煤炭業 和汽車業 主動買孤比率 有沒有特出一些 高達60比40 只有一個 60比40 就是剛剛60比40 化學製品業 最後是 對半一個行業 還有一個預算 第一 你會買賣券商 最活躍的 中國投資訊息 美臨富途證券 中國創營市場服務 和JP Morgan 一些五家公司 都是那些交易 药名生物 2269 中国投资讯息和富豪 小米 中国创型市场服务员J.P.Morgan 大家留意刚才说的3只股票 看券商如何斗 接下来 板块360 经济通HV2 经济通HV2 现场报价 11.0048 504只恒生初入指数成份股 现场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的 要稍稍高 我给大家看 中移动 吉利汽车 药名生物 这3只股票最多 第4只 中国平均 够1亿 最多3.3万 中移动 第二只吉利汽车 2.4600万 吉利汽车 很厉害 第10位 中国平安 和招商银行 表现最好的应该是 光大环境 257 光大环境 现在升了8.485% 如果对5个交易 日前收市 升幅 到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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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接着 还有 想提提提大家的 就是 刚才我说过 那一只 看看 先看看 刚才我传了 SMS 给人的 你看我刚才说的 那一只 是 没错 257 就是这一只 光大环境 为什么要特别提提提 这只股票呢 因为这只 是红囚指数成分股 它升了8.485% 对红囚指数 现在红囚指数 升了0.0% 是很大的帮助 如果不是这只 红囚指数 都现在跌 然后 虽然这只 是冷漫的股票 然后 看看 有什么特别 方大环境創 52周 新高 5.38% 现在下降 5.36% 但高 加权平均 5.6.8% 主动买股比率 都非常不错 64.36% 其他 很多 都够6字 大家自己看 有没有 70.30 特别说 又没有 大家自己看 哪些主动买盘 数货 多些 分析方法 有很多次 大家应该掌握 没有 77 88 66 77 两比 7.76 4倍 足够3倍 还有 3倍 4 3倍 5 大概 中国移动 顺手 看看 究竟哪些是 资金正主动 卖出最多 压价最多 头十位全部下跌 中心国际 最厉害 大家都明白 有些坏消息 阿里巴巴 腾讯 小米 全部资金正主动 都超过1亿 中心国际 6.3億 阿里巴巴 2.2億 真的不错 压价 看一看 哪些最厉害 到達30-70 是没有的 但到達34-66 是有的 中心国际 中心通信 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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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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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4452.5 我们的五大指数 全部都很差 全部都偏低 特别是科技指数 国企指数 也很差 日本 上海 深圳 也不太差 虽然也比美股差 接着 恒生指数 真的很差 合理值 现在是26700 最高是26522 連合理值也不到 但我已经预了 今次也预了 反复向淡 看看有没有起息 最低是26219 最低是26219 是到了第一个 即使还要支持位 不过就很快 就回到上面 然后又下回 刚才曾经见过 264 我记得 现在又下回 26252 就算现在真的 李宁 公布业绩好 一开始 升了很多 一声升到 上去 沖了上去 好像升了 印象中 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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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倒下跌 倒下跌 倒下跌 先看看 先看看 李宁 今次最高一开 见过90元 昨天收市价是86.5 不是 4% 90元 90元 最高 最高位是90元 没错 昨天收市价是86.45 升了4% 不是8% 现在倒下跌 1.2% 刚才倒下跌 2.4% 好了 言归正存 669 创科实业 创科实业 669 创科实业 创科实业 创52周身高 165 165 跌回来 163.4% 跌回来 163.4% 拉得不够靓 再拉幅 展示 163.4% 远回来 这只股票的历史波幅 是50.487 即恒生指数 1.5倍 1.67倍 也不算很大的风险 买卖这只股票 看的是 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 暂时 资金正主动买入3,500多万 非常不错 比过过去5个交易 平均的650万元 资金正主动买入 而非散户主动买股 比率暂时是45.55% 暂时是45.55% 暂时是不错 虽然是6个资金正主动买入 但是中户加散户是质落多 暂时即市阻力是164元 还要的 即市支持下边就不太强 这条比较长 及162.2 held得可以 幻化 然后我们先看看 arber 整个的资金来分析 看各种多单狱 千奇多公差 提醒信4 lleva 特街都有ste搭 公差 资金稳定多公差 对平均支持 社 Riot 也不意保险 7帼哥 即使不用一般 博价的主要今早是两间 两间都是一千多万 巴奇环球和中信里岸 托着164元 压价也是两间 第一间是5500万 一个盘大一点 Credit Suisse 高盛是一千万 压价也是164元 接着我们讲讲图表 图表我们看 一门出日线图 一门出日线图 昨天指指大阳烛 说了今天就继续再升 阳烛的暂时 阳烛的暂时 新区就短了很多 就叫做首位保里加通道顶部上面 你不要乱乱看淡 指标就全面利好 今早也说过 你这样的形势 升上去的话 究竟升幅有多少呢 稍后要给大家看 我先看周线图 周线图继续升 第3个星期阳烛 今个星期 99.999%都是阳烛的 因为最好的交易日 今个星期 还有MACD出了一个 双流买入讯号 即是中期都向好 这个股票 中期都向好 非常好 不过 出了一个SAL 極点高位 暂时 1565元 在下个星期 在下个星期 我说错了 不是 165元 暂时 就看看 这个 怎么说 看看这个 下个星期 后的星期 最多看到个星期 可以站不站到 在这个 165元上面 中期 中期 全面 好 长期 看下指标 也是全面 好 这个股票 我只是有点害怕 长期再升上去 这个高位 再来 但MACD还没有 小心 会准备红差利利 但转向形态 不过这个是长期 长期 不用太担心 因为长期 转势 升势亦 转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上升 可以 我们先试试 这些 结果 接下来 就是 计算的 神期数字 和大家 嗯 计算的 神期数字 如何计算呢 不要看长期 看中期 中期 中期 继续好 中期 一直 一直 反复 升上去 都是继续看上去 如果 一定要计算 有个方法 看看 还有什么好些 我给你最好的 最可靠 日线图 嗯 OK 我会这样看 这个升浪 是由 低位 120 你清楚 你清楚 128 不是 128.8 128.8 旁边 128.5 128.5 128.5 升上来 还有 下面 本来有一条 Taskbar 如果是一个短期升浪的起点 就像 128.3 就是128.3 就更加低 OK 128.3 又更加低 如果是 你由 120 120 你又没有那么低 120 个多 一个低位 两个低位 三个低位 四个单位 太复杂了 不如 就由 128.5 计算 128.5 我们去找 究竟 这一路升上去 是什么形态 这个可不可以是 1 2 3 4 5 浪 如果可以 第一件事外看 这个低位 最低是 142.5 142.5 先计算 142.5 先计算 142.5 在这里 关键 这142.5 究竟 有没有低过 由 起点 升上的高位 我 假设是 123 45 高位 应该是 136.9 没有低过 四浪底 没有低过 一浪顶 可以成立 我和大家 用一个方法 计算 5浪幅度 5浪幅度 就是由 128.5 一直升到 最高位 应该是 149.8 清楚 不是 最高位 不是 149.8 2 可以当 149.8 你也可以当 150.4 为什么 如果 你当 149.8 这四浪 会有 平细型 的情况 A B C 走完 如果你当 150.4 这四浪 一个 G字形 究竟是 哪个 我倾向 选 149.8 这个机会 更大 根据经验 刚才不是 不得 149.8 看到 128.5 升到 148.8 回到 四浪 142.5 乘上 答案 目标 155.663 如果 这段 升幅 跌下来 再升 到了 升浪 已经到了 到了 进取 有另一个方法 别看太长 简单 在这儿 这儿 很明显 一个升浪 就是 这个升浪 129 元 129 就从这儿 开始升上来 我们 拍下来 129 最高升是多少 最高升是多少 这个就明显 150.4 今次真的看 一下算 150.4 今次看150.4 再下来 再下来 最低位 就是 142.5 142.5 好 再下来 一倍目标 是163.9 163.9 163.9 到了 如果到了短期 再升上 1.8 177.122 那能不能升到 177.122 看股票本身 买本 会不会继续跟进 留意主动买本 是否继续很踊跃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就已经 要先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 比较上 今天是比较上 用一个 大家可能 达名少少的 数量方式 数给大家看 我们去看看 目标在哪里 无论如何 短线的很简单 一见到股价跌回来 保力加通道里 你就要小心 千万不要再加 甚至开始减 如果支持位 这个 150.4 失手的话 短期 是要走的 找低位再买过 为什么可以再买过 因为中期长期的人生 还是非常好的 这一段分析到这里 就是这里 记得 记得 大家在 五十二点钟 就去我 Youtube 频道里面的社群里面 投票 看看下个星期 你想我 讲哪只股票 重点分析哪只股票 今次我给大家 在选择 选择的五只股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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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看看那四个是哪四个呢 先看好字 是175 868 968 1211 和1919 祝大家明天有愉快的周末 多谢各位收看